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跟宋老师认识是五年前嘛 我们当时一起合作 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他非常专业 然后我是交朋友最主要的还是要情投意合 就是价值观啊什么也都很聊得来 而且宋老师也是很跟我一样都是单细胞缘和生物 就很不假思索的呢 我很喜欢他的性格 然后之后也是慢慢的发觉宋老师 因为不单单是古典专业 在流行领域啊包括电子啊 他也非常感兴趣一项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印象当中的 死板的坚守死板阵营的那一派 他是非常革新非常有创造性 然后我从他身上也能学到很多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宋老师 也是我私下的和生老师 这个我也我经常有一个不懂的 我也会跟他语音去请教 过程比较吸引我的 其实还有个原因 就是专业化特别重要 那么尊专在唱歌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但真正弹琴是弹得很好的 听到过什么 弹琴的很好 哎呀 其实我跟你说 那完全跟他不能比 我看到现在 因为那些我也看过他们弹子们 是 称霸整个中国流行乐坛 他的钢琴是 所以我就很喜欢他 彼此就是一个有激励的一个作用 因为断断续续的练琴嘛 然后我现在也是想 一有空就要好好练琴 这个想法 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 我们去年其实就有了 智能机器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和演出 那么机器人会跳舞会弹钢琴 然后还会做一些互动啊 或者反正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 对我们多媒体来 音乐会来说是一个新的元素 东东本身他身上有一种 很浓厚的一种中国文化的这种气息 人工智能也是一种 跟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太极啊 这个道啊 是其实很有 不知道说他的二进制的这种机器人 一跟零之间的一种 这种转换他其实跟这个很像 所以我觉得和尊重一起来做这个音乐会 希望我们俩能在这个里面能碰撞出一种 更美的色彩 我们私下有交流的嘛 然后之前宋老师他这个其实已经 这个概念已经很完善的时候 有给我看过视频啊 给我 我当时就说实话是很吸引我的 我觉得这个很先锋 很有实验性 很超前 因为其实在国内 我觉得这种感觉的很少 然后因为国外啊 很多他们其实很多艺术家之间的跨界 或者这种先锋的实验性的这种创造性 其实是很常见的 然后在国内这样 我觉得宋老师能够做到这一步 然后尤其是作为钢琴家 能够在多媒体和这种实验性上面 能够创造出来 尤其在跟机器人 就机器人给人大家印象当中 很机械很冰冷 很有距离感的 但是再加上宋老师的合作和演绎以后 能综合的很好 就这份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是揉捏的恰到好处的 就是一直跟你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让你静静的欣赏 让你吸引 吸引住你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然后包括机器人也能 在宋老师的这个指挥和 就编排下能够做出很多 匪夷所思的动作 这个也很棒 卷出联在那一轮里面 其实对尊尊在歌手里面的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 你一定要拿出他的大杀招是吧 这种演台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滑彩 他是记性的 所以我这个觉得非常了不起 无论是从表演的程度 音乐的程度都是做得特别好的 对对对 当时也是纯粹就站在比赛的角度 纯粹就是因为比赛舞台来说 一个静演舞台的话 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视觉冲击点会很好 然后当时就跟宋老师一块这样玩了一把 我个人是觉得肯定要经常会经常合作 以后会因为本身我们就很熟 然后又在上海 然后又是音乐上的好朋友 肯定会会有陆续会很多合作的作品 那之后打算我觉得这些还是随着到时候的新线 自然的那种感觉顺其自然的来处 上海小吃啊 宋老师有的时候有什么呼吸球的呢 嗯 上海你不要把它切上海小吃 哈哈哈哈哈哈 感觉刚才第一次够的了 嗯葱油本米 这个可以 你要切碗锅头汤 可以老喝吃了 可以老点 加点麻油 葱花剪点 对 我觉得宋老师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博学的严谨的儿童 看似矛盾其实很有微妙的化学反应 很好玩的一个人 尊尊是一个我觉得 就他的形象给人种非常很鲜的 特别音乐上也是这种散发这种气质 但是你在生活中也会看到他很多接地气的东西 嗯 就它的伸缩性是 伸缩性 哈哈哈 可怎么 可死有无故意 嘿嘿嘿嘿 真的可以说吗 嘿嘿嘿 那不要赶了 根本不要赶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